哈囉大家好我是蒟若 這次要講的主題是 解決情侶吵架的終極方法 吵架要兩個人才有辦法吵嘛 所以蒟若要先來教男生朋友們 如何快速的解決吵架問題 那女生朋友們麻煩請先稍等幾分鐘 影片結束前我也會教你們喔 在我們探討如何解決吵架之前 男生朋友們要先知道 女人在哪個地點還有在哪個時間 比較容易跟男人吵架 根據蒟若這20年來的研究 結論就是女生他媽的隨時隨地都可以跟你吵 不限時間不限地點 不過蒟若在這邊要講個公道話 情侶吵架有高達90%的原因 是因為男人沒有花時間去陪你的另外一半 你沒有時間都在幹嘛 滑手機打電動看電視陪朋友 所以女人沒辦法 只能用吵架的方式來吸引你的注意 就是那麼的幼稚了 男人這時候會講 要我陪只要跟我講一下就好了 幹嘛用吵的 但是請仔細地回想一下 女人要你陪的時候 你回了他什麼 等我一下喔 等我這關完好再陪你 等一下廣告再陪你 晚一點就回來了你先睡 包括蒟若自己本身也是一樣 自從我開始經營頻道之後 雖然我改掉了看電視和滑手機的習慣 可是變成只要有空就會坐在電腦前面 那為什麼我老婆很少跟我吵架呢 哈哈因為我開大絕 我在YouTube上所有的收入全部都歸他 簡單來說我花那麼多時間做的影片 全部都是在做功德的 OK現在開始講重點了 如果各位男生很明顯感受到 你的另外一半 是為了那種雞毛蒜皮的事跟你吵架 剛剛講過了 是因為你不陪他 而故意找你吵架的那種 主要不教你出街的方法 我直接傳說大絕招給各位 聽好囉 首先慢慢的用半推半拉的方式 將女生逼到臥房門口 女生這時候一定會跟你說 你不要碰我喔 走開喔 我會生氣喔 之類的話 請不用理會他 如果你發現 不管你怎麼推怎麼拉 他都不為所動的話 那就表示你女朋友 該減肥了 引到臥房門口後 接下來這一步很關鍵喔 請你緊緊的抱住對方 開始親他的脖子 然後用你的手抓他的XXX 接下來再把他引到床邊 推給他倒 這時候女生一定會像剛剛一樣 你走開啦 我現在不想啦 請你繼續不要理會他 接著先把他的XXX給脫掉 用個XXX給他XXX 再把你自己的XXX拖掉 接著把他的XX張開 把他抹在自己的上面 最後把你的XXX放進他的XX面 然後你就會發現 原本一直把你推開 叫你走開不要碰他的另外一半 忽然整個沉默了 接下來你就會聽到他開始XXX的叫 然後等你XX出來的時候 神奇的事就會發生了 女生居然不生氣了 這時候請你緊緊的再把他抱住 然後跟你的另外一半道歉 跟他說對不起因為你忽略了他的感受 要知道女生會因為你沒有陪他而吵架 是真的累積很久才爆發出來的 所以在激情過後 這時候請好好的專心陪他聊聊天 好好的聽他講話 讓他發洩完他的情緒就天下太平了 我知道你想問什麼 女生剛好那個來怎麼辦 如果時間點真的那麼不巧 那你就好自為之吧 居若也救不了你 當然以上的方法 只適合用在一般的吵架方面 如果你們是因為更嚴重的事情而吵架 像是外遇啊 不尊重另外一半家人之類的 那就真的要好好談一談了 不過要記住 不管你們是因為什麼而吵架 千萬千萬不要用冷戰來處理 那是最笨的方法 因為你們只是把問題丟在一邊 等著下一次吵架的時候 再把之前所有的問題一起拿出來 這是最糟糕的惡性循環 還有當女生在氣頭上的時候 除非你傻了 否則千萬別想靠講道理來解決 因為你所謂的道理 只會讓女生製造出更多的歪理 最好的方法就是想辦法逗女生笑 女生只要笑出來就代表你可以開始跟她講道理 那蒟蒻是用什麼方法來逗我老婆笑的呢 非常簡單 我只要把我老婆的臉轉過來面對我就好 因為我的臉本身就是一個天大的笑話 OK 那至於女生該怎麼解決吵架問題呢 方法更簡單 聽好囉 你們不要跟男生吵架 男生就不會跟你們吵架了 各位男生朋友們 請多花時間陪陪另外一半 女人是因為需要陪伴才會跟你在一起的 如果只是單純為了信 那她跟按摩棒在一起不就好對不對 感情的經營靠的永遠是雙方的智慧 跟各位共勉之 在這一個人就上到這邊了 我是橘肉 謝謝收看 想了解更多有關兩性的議題嗎 歡迎各位可以訂閱我的頻道喔 橘肉聊感情 我們下次 下次... 見